今年大会主委会将好吃系列品种评选 拓展到鲜石玉米、辣椒、番茄和南瓜四个作物 大会打造好吃品牌 自在评选出具备口感好、外观美、营养加、益种植、效益高等综合优势的品种 评选过程中除辣椒没有进行品尝外 均以盲瓶形式进行了田间棺膜出瓶和室内品鉴品尝 活动共征集到来自全国100多家种植企业 科研单位的174个鲜石玉米品种 311个辣椒品种 483个番茄品种 157个南瓜品种 在亚洲区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种植 3月11至15日 主委会邀请全国鲜石玉米、辣椒、番茄、南瓜种业的科研育种 生产、推广、流通领域37名专家 分作物分批在田间对品种整齐度 抗病抗逆性、产量潜力进行观摩测定 在室内对商品性、试口性、风味等进行品鉴品尝 汇总综合各项测评 最终共有50个品种吐饮而出 辣椒特别辣,它没法做成菜 所以这一块我们没有专门的进行做菜品尝 当然里面有一个甜椒 甜椒是尝了一下 辣椒因为是从农艺性状、甜间、产量、商品性 弄完了之后呢 因为你到了品尝这个环节啊 它就是我们做菜了 不管怎么样它是会不同的辣椒 它功能是不一样的 甜椒我们的草椒这些吃 潮天椒它可能做辣酱什么东西 它会这样 它跟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 它统一地匹配在一起 《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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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化》